中國的武漢肺炎疫苗能不能夠成為兩岸的潤滑劑 然後他的回應他也沒有任何思考 疫苗就能夠回答 他說如果台灣能夠接受的話 那當然是啊 但是台灣並不接受 來 瑞德哥怎麼看 奇怪了 那麼如果中國的疫苗是你們的潤滑劑 可以成為你的潤滑劑的話 那為什麼你在當總統的時候不進中國疫苗 那時候的中國疫苗為什麼不能進來 我問你嘛 你當總統的時候就不能進來 又不是現在才開始禁止這個等於說 蔡英文當總統才不讓他進來 那當年你為什麼不讓他進來 因為你認為他有問題 你認為他的品質是堪率的 你認為是不放心使用的 那麼現在中國疫苗 連中國總書記國家主席 然後最高就是 連他最大的投資 共產黨投資習近平都不敢打 連他都不敢打 那你憑什麼要我們台灣人打 為什麼要我們台灣人 那麼當作相關的 等於說白老鼠 他這樣很奇怪 學習的疫苗我很少聽到打了以後不准洗澡了 你知道吧 真的打了以後不准洗澡 根據黃說 我旁女士說的 為什麼 他說沒有險 他不是說他打完之後身體好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洗澡 有這個規定嗎 我從小我全身打了一大堆的 麻疹疫苗 日本腦 我說從來沒有人 醫生從來沒跟你講 他說多休息 不要揉 他還是說按著五分鐘 他從來沒跟你講說不能洗澡 今天不要洗澡 醫生沒有跟你講說不能洗澡 我也問醫師說 是因為洗澡之後熱 然後血液循環會增加嗎 這個我不太了解 因為這是醫學 還是說因為中國的疫苗特別特例 他有特別的這個對洗澡 他是有抗拒的 你知道嗎 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人體實驗認為 接受人體實驗的人 如果洗澡的話 他的藥性就會變差 這我不知道 怕感冒 怕洗澡 如果 如果你說你怕洗澡怕感冒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他在的地方沒有熱水 我們不是講過說對岸的那個情況 他說是沒有熱水 人家現在是人家號稱是比我們泱泱天朝大國 比我們都還進步 怎麼可能 我覺得昨天那個新聞其實很可怕 國台辦記者會有人問 然後台灣有記者去問馬英九 台灣有記者去問陳時中 幾乎在同一時間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是系統性的操作 我合理懷疑這叫系統性的操作 就是要把中國疫苗這個把它變成政治問題 那你們那些鼓吹中國疫苗的 在這裡我就要稱讚一下黃志賢 人家自己到中國去打 帶種 真的帶種 你們那麼喜歡中國疫苗 有兩個管道取得 第一個學黃志賢到中國去打 我們意見 第二個提案修法 不管是中國國民黨還是台灣民眾黨 你們在立法院都有立法委員 就提案修法 你們又不敢提案 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打口水 但是要中國疫苗 要中國疫苗 跟你講過一百遍了 禁止中國疫苗進口 是李登輝前總統時代就修的法律 當時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在國會占絕對多數 中間沒有人改過 好你們現在覺得中國疫苗那麼好棒棒 提案修法 為什麼我要求他們提案修法很簡單 因為一旦提案這個案 這個議程進到立法院 魏皇委員會在開始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好好來檢視 中國疫苗 剛剛謝醫師講過 有沒有科學證據給我們檢視 陳時中部長講過 我們要買國外的其中一家疫苗 在跟他談的時候 對方二話不說 寄了1800頁的資料給我們 1800頁 我不知道那是多高 那疊起來已經快比我高了 大概沒有核國很高 1800頁的資料就給你 人家不怕你檢驗 因為我所有的都是照 國際公認的標準的 去做一步一步的做 所以資料 你要資料我就給你 對不對 我相信以後我們國產疫苗 也是一樣的方式 那今天如果你們敢提案 我們就在立法院好好來檢驗一下 我請問大家 現在美國FDA 歐盟的FDA 有沒有核准中國疫苗 沒有 現在世界上 的確有一些國家使用中國疫苗 但是你把那些國家名稱列出來 沒有一個國家是先進國家 台灣要自甘墮落到變成這個樣子嗎 我們有更好的東西可以用 為什麼不用 更何況我一直覺得 台灣現在根本不急著要打疫苗 我們的疫情控制那麼好 我們有必要 現在這麼急著去打疫苗嗎 我個人是覺得一點都不急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炒作中國疫苗的人 拜託就詢問我剛剛兩個方法 自己坐飛機去打 要不然請你們黨籍立委提案 如果這兩樣你們都不敢做 那請你們閉嘴 我們不是說歧視中國的這個疫苗 而是你中國的疫苗 確實在世界上 你沒有經過這個 包括歐盟 或者很多更先進的這樣一個檢證 如果通過這些檢證 那大家願意打 那我都沒有意見 那在這之前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小心為上 我是覺得很奇怪 全世界大家在搶疫苗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就中國的疫苗 好像不斷的一直在推銷 你如果真的是一個好的疫苗 的話你何必 好像什麼 我台商要打 好像透過疫苗來測試那個中程度 這個疫苗進去不是要擋武漢肺炎 是要測試中程度的 這樣對嗎 所以我認為 不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為什麼要列說 台灣同胞優先 那你想想看那個河北的 比方說什麼石家莊對不對 石家莊是不是要優先 或者是比方說黑龍江的拿 我插一句話 我插一句話 因為中國疫苗 我們現在好像可能看到的數據 是打到現在大概是1%多快2% 對啊 所以中國疫苗你真的再等一等 所以我還是奉去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你絕對找得到公衛疫苗專家 有 楊智良 不是 或者張衡 張衡是去替邱淑提當年SARS的時候補位的 張衡自己也在碰生意這一塊 數據很重要 那中國只打應該還不到2% 因為它14億人口 等一下看看人家的反應到底是什麼 我講一下 疫苗 疫苗這個東西你不能夠把它當作一種政治的籌碼 我覺得這是很可怕 那我現在是擔心一點 就是說變成中國疫苗推銷不出去 然後在國際上沒有辦法 會搞到台商身上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現在還擔心一點就是說 未來如果說台灣 這個中國疫苗沒辦法打 那台灣又不願意 那他會變成是不是在國際上 阻擋台灣去購買疫苗 大家不要覺得不可能 中國有可能千方百計 阻擋你加入WHO 他怎麼會不可能說 他刻意就是要阻擋你台灣採購到疫苗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 不可能說只有一個衛福部才 就有辦法全部承擔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全民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包括我覺得一些 社外的政府一些 社外的一些單位機構 我覺得恐怕要把它當做一個很重要的 甚至是國安議題來處理這個議題 否則我真的很擔心 中國千方百計就是要搞你台灣 疫苗這個東西如果能夠用這個部分 來擋你疫苗讓你台灣 這個疫情甚至崩潰或者更嚴重 他想盡千方百計就是要搞你台灣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不是我們小人之心 而是我們真的要預防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博恩哥你神機妙算 他們千方百計裡面 竟然有兩個非常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一個是莫德納疫苗 我們剛才講說它是94.1%的效力對不對 他竟然到了中國之後 他的翻譯就整個不一樣了 他說中國很多媒體寫說 世界衛生組織不建議大家接種莫德納的疫苗 就很奇怪喔 他超異耶 他完全翻到完全都怪掉 人家是候選疫苗之一耶 怎麼會不建議咧 就很詭異喔 還有第二個事情更誇張的 我請教慧珍 這個誇張的事情在哪邊呢 他還可以假新聞 假到說輝瑞的疫苗 剛講莫德納這個是輝瑞的 輝瑞疫苗說在德國釀成10個人打了之後 副作用 副作用嚴重到會死亡喔 結果你看到是 這個是源頭在哪邊喔 他們德國媒體一直在查證說 奇怪了 我們怎麼我們的世界沒有這件事情 偏偏你的世界有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就從這個趙立堅 外交部的發言人 那邊推特上面發現 從什麼伊朗通訊社的法師社裡面 然後有這麼一回事 他們去抽絲剝繭之後發現 原來是中國在搞鬼 就算有這樣 浪費了 好像人家也是賺的時候 很感動的 很難免 我想讓我們 以為 竟然想要有 看 但是 感谢观看